一族啊 一个长白的 那是要你的一个腰围啊 一个肩膏 在前面就是跟我们的藏族非常的相近啊 所以然后就是他们的生活 从圈子转过来 那我们在看这个村子能包 他的头高呢是能够高的越大 越厚实的就代表你家姓啊 所以啊 还没看到我们的姐妹 非常的美啊 非常美啊 这块是我们的水竹姑娘 水竹姑娘是在云南的固域现代啊 那她已经会放水而居 所以她们主要的颜色都是青色跟蓝色而居 然后因为参加庆典 所以就要有平均 然后还有人上去的手势的 会摆姿势勒 因为西南这边是产品 那我们的水竹姑娘也可以看到 还有非常漂亮的 有一个腰围的地方 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的特别 你会看到她用一些 可以加上金山脚的肝脚状 然后妈觉得她有很多的金山脚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不是代表山 这是代表狗的牙齿 哈哈哈哈 那这就是狗牙边 狗牙边呢 它是因为她 她肚子是相信狗的平均 他们的肚脚这样 所以啊 就把狗牙 然后弄置在肚子的肚子上面 那另外一个就是她下面 一定会有一个三角 我红色、白色跟黄色 代表她的肚鲜 三次搭天使 好 所以你会看到她的裙子 就像你一样 三角 三条 那还有她有非常 有拼圖跟拼花 而且我们拉肚子 那我们很好去 那我们很好去 那这同样 是这组人 穿这组的服装 不一定 不一定啊 这样子一直介绍 不然 不介绍 有啊 有啊 好特别啊 这个是玛丽丝 玛丽丝 玛丽丝 其实我们正 黑色为敌 然后 琴玛丽业是参加的 对啊 对啊 非常非常特殊的 好漂亮 这样子的一个摆折形 它就是这大摆折 它跟我们笛子的小摆折 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大摆折 它是大摆折 它是大摆折 我们发现它的腰围 它的耳朵 所谓的袖头 它是大摆折 然后我们去做它的光细 它在那里面的摆折 你会看到这个景 也跟我们的 也跟我们的帐篷 也有点关系 所以这个是画的 手 还有大摆折 你这个地别拍那么多 地别拍那么多 往上 像我这样子 你看 要这样子 那是我们的 又大又丁又美 又 白族 这个是鸟族 啊 苗族 苗族 比较是多 跟大伙 它的重序的 比较多 哪子的苗族 就是你的 最终越多 就是你的 情绪越多 他的情绪越多 比较多 你并不得 不好意思 你笑一笑 哈哈哈哈 你的家庭 女的家庭 越固定 那你来吃 你孩子 接近 好 这就是我们的苗族 那你觉得 更加 有钱 腰部很漂亮 三角帕在它的后面 前面也有一个三角帕 那你会发现它后面的这个红围 它有非常多的小红围 然后跟边花 然后有很多的红围碎 跟这个红围碎 那这一些就是 你会看到它有点像是波光淋漓一样 因为它们是在红河 红围碎跟我在巴基斯坦看的一样 可是它好像有点远近 可是它好像有点远近的一样 所以它上面呢 你会发觉它三角帕 下面有非常多的线围 这些也是像是它的合流 有波光淋漓的那个感觉 所以它就提出来 你会发现它是一种的闪折 就是有闪烁 衣服会不会很重 衣服很重哦 很重很重 哦难怪 这个是更重的 又不是 这个是更重的 这个是更重的 那紧锅子它有大的那个 它更重的 它是更重的 很重的 很重的 对 除了有那个之外 你会听到它的声音 是非常大的 在打拍子 我们可以从那个材质 那个银河的材质 你知道说它的银河 是在原本边 它的腰带那个是怎样 腰 一圈一圈 它的那个银河 是代表的是龙母 没有腰 一圈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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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也就是它们的特色 一个重视而已 那越多层的话 是代表人 越有钱 哦 对啊 就是越有钱 但是代表要告诉你 这是我们的哈尼族 哈尼族主要是以黑色为主 那黑色为主哈尼族 黑色为主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花纹 是非常非常的秀伟的 因为它有非常多种的 然后它也会把大自然里面的 包括像花鸭草 树木 红叠等等 它会把它积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那种 这种花鸟的变形 所以然后像这样子的 一个色色 你会发现 最后它可以呢 可以看到里面上面的 纹纹就飘出来了 像我的也是哈尼族 哈尼的枝权是 好看 这种花纹 哎 后面很漂亮 哎 后面很漂亮 刚才过来就是我们的 对 对 对 哈哈 那西族 那西族也是在上 西方本纳的 那个是纳线 哦 西方本纳的 你会发现说 以黑色为主之外 还有蓝色跟橘色 橘色比较多 这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上面的 红线 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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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要帮我洗一下 银色 这是年纪吗 二三 不是 十颗 十颗 哦 七颗 这个是代表七 是什么 北斗七星 哦 北斗七星 哎呀 这个北斗七星是代表 他们中间披星代月的 为了我们的子孙 然后披疆带土 对 披疆带土 哇 这是我们非常漂亮的动物 哦 当然第一个就是它闪折的动物 好漂亮 然后再次就是它是一个千古的动物 它在很早就有种麻 跟种桑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所以它很早就有枝固鸡 他们角落在这样吗 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太开玩笑了 哈哈哈哈 然后你再跟着时间 我发现说它有很多的那个 很多的文饰 是结合了不同朝代 然后还有不同的 特色都会在动物 头饰很重吗 好 再后来 再后来是我们的白颈波 白颈波 跟刚刚的那个黑颈波 很不一样 白颈波 因为它现在头饰都是丑重的 然后我们还有刚刚的那个很多 那个银银的 对 那个大颈超的 它们都是颈波子 它白颈波 因为在群山当中 你其实很少会看到 影白这种经理的 因为不容易形 而且它这种颜色不容易出现 它不是自然色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是特别的亮白 特别的简约 那下面的黑跟红 也代表它们的主线的牵齿 男生也不一样 所以来澄era 男生的不一样 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英勇 它上面都有水牛 完了 网铜的重量的特征 就是我们有的水牛 和乔案 那个 水牛 维下一步 所以趕快來看看 那個我剛剛講的老伴先考慮一下 黑 這個很漂亮 黑景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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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我們的 又大又美 苗族 而且我們的腰上面很漂亮 有很多花族 花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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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拉褲族 藍色的 然後我們黑色的花褲族 然後我們的大百褲 大百褲的百褲群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 藝術族 兩個很有氣勢 好有氣勢 然後還有我們的水族 我們的水族姑娘的頭飾 你不要看她好像很 很重嗎 那是她自己做的 好